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0月29日 星期五的下时间 今节由我许柳山 还有柳西兰 波罗仔 聊聊天 耳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波浪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大家听过我们讲过很多BNO早家移民的故事 首次有一个我真的觉得你在英国 你受不了的话 你不如回来吧 我想他可能精神状态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因为他去了一个精神分跌的状态 人家问他 你对于现在英国的生活如何 挺好 地方有大很多 公园你看下街看到也大很多 有花有草的 还有自由的空气 没错 他也是觉得香港什么警暴 不再能够住下去的心黄老师 简称叫做黄丝 哇 心黄老师 毅然放弃了香港的数学老师工作 便去到英国 带着子女 他本身这个角度 对于英国的生活 他是不满意的 但是他对于英国的工作 他又做了两个月 就已经放弃了 刚才我说了他在香港做数学老师 他去到英国的时候也听人说 这里很多老师的工作等着你来做 刚巧飞机也会撞紫妖 让他找到一份在学校教数学的工作 谁知道好劲不长 不是吧 这么快 不是有手有脚的吗 就算多有银力 香港人一定可以的 他们经常都这么说 我也相信的 他们说到这么大 我也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的 做回老本行 我没理由这么快就放弃的 不行 他真是捱不住 他捱不住的情况是去到怎样呢 为什么 很多东西做吗 很多 他用怪兽级别来形容 我们用一个倒序法来说这件事 他怎样形容经过这两个月 在学校里面的洗礼 之后他怎样说呢 对英国是怎样形容呢 这个国家有病 如果好像邻居医生所说的话 教育系统 医疗系统 都已经到了一个 比香港更变态的压榨级别 不是吧 是 不过他自己又再会怎样看呢 英国和香港他会选择哪里呢 他仍然会选择英国 就像台阳所说了 因为这里仍然有自由 我做不到这份数学老师的工作 我可以选择不做 OK 是 对的 这个挺有趣的 那种内心的矛盾也挺令人害怕的 其实我觉得他自己也捱不住 这么快就放弃了 但仍然觉得英国应该是更加好的 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很特别 只能说很特别 我们简单来说 原来自由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抵消到变态 他所说的比香港更变态 更加压榨 怪兽 所有级别都可以顶得住 原来自由的空气 又是什么自由之水 原来真是这么有效的 所以金毛·Johnson真是很严重 其实呢 如果你们真的顶不住的话 是不是香港这么没有自由呢 不如我们听听林太太怎么说吧 好啊 香港 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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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太太 你好 我们是芒向编辑部的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现在对于近期的叫做BNO组家移民的热潮 很多香港家都说想摇身一变 变成这个BNO家去到移民英国的 他们陆陆续度都叫做相当多人 都叫做过了去英国 那你对于他们有什么建议 或者对于这么多所谓的叫做香港家 要离开香港 你对于往后的社会发展来看 又有没有什么意见 又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 希望现在还在想移民的人 是不是应该再了解一下 各方面的发展 以及他打算去那个地方的情况是怎样 因为我又听到有些故事 都说去到也很凄凌 又不习惯 你给他学费 当然是英国那些最好的所谓 但是如果你给不到学费 公立学校也有种种适应的问题 我对于移民的看法是忠诚 不过我觉得 香港是有他好优胜 亦都可以吸引到人才的地方 每个人有他的自由 所以如果他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他想去其他地方生活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对于香港要发展 我们就更加加把劲去吸引人才 其实香港仍然是非常之有吸引力 而且这些是相当尖端的人才 我们回来听听这个老师 他差不多不做之前的字白是怎样 怎样形容这份在英国教书的工作 那么梦幻的工作 原来是这样的吗 严格来说他们觉得 我不能够在香港做老师 又说什么不想做什么绘子手 不想做什么国安教育 不想看一些学生升国旗 好像那个做柄做到烂手的老师 不想做帮凶 所以就过来英国 好了 如果这么梦幻的工作 来到英国可以让你再延续你的教育精神 你的理念 在这个自由空气底下 教书是否应该教都教得开心点 有自由空气 一口整个都醒了 是呀 那他怎样说他这两个月的教育人生呢 我们说一些给大家听 听到都笑了 短短两个月半个学期 一个半个转 我人生来说 从未试过这么折磨自己 睡都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排山倒海的工作 这些工作量实在太多了 他必须不断不断走进这个课室里面 因为他对每一个课堂都是尊重的 他自己说 对教学的质素都是坚持 有这个责任底下 因为爱 很好笑 每一次回到家 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睡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而已 然后又要爬起来 再来一个通宵达蛋 再来一个死去活来 都不知道有多少个 切夜无眠的晚上 接着说 两个月来的挑战 多不胜数 最艰难的事 我在这个专栏里也说了不少 我都听到很多很好笑 再跟大家说一下 他说到其中一个主因 这个以他自己的角度来看 如果以他这样说 港路有这么辛苦 那全英国都没有教师 港路有什么压榨 为什么他们这么压榨 都能做到你做不到 那是不是你的问题 是的 香港的教师的人工 他说在英国只剩一半或以下 什么这么少 对 那也颇为少 他说生活指数 就跟香港差不多 这个就看你个人 因为有些香港价格 有些人很省的 是 做到BNO价格 这里吃东西很便宜 又是煎过猪扒 又是绝对好吃的 在香港 又是比较好多 又是比较好多 你不吃 前一丁 其他东西也很便宜 这个是每一个 自己的洗饭不同 人工少了一半或以下 但工作量 是香港教师的两倍以上 我记得 依我记忆就是香港的教师 他们都经常投诉 工作量很多 原来想不到 英国是多香港两倍 人工还要少一半 对 他说两倍也不止 两倍只是假设 不用备货的情况 如果要备货 工作量是香港教师的三倍 那么阴工 哦 他也不是用阴工来形容 他用压榨来形容 真的太辛苦了 他就计一计数 他说 数一数就比最低工资 是的 如果你计算你平时 你不在学校工作的时间 我相信 下班当然是在家工作 都是追回工作量 计算下去 应该就少于英国的最低工资 不过其实也不能这样计算 如果香港的网友一定知道 有时放了工 都会收到老闆的WhatsApp 你看到要回覆他 你不是回覆完了 YES NO 那些OK 那就算了 你要解释给他 有时问你的问题 即是跟工作有关 你要马上开回Gmail 出来查一下 或者那些Google Drive 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file 再看一看清楚他 或者要给他一些idea 如果那些东西没得计算 他没得这样计算 这个老师 还有备课 准备这些教材 预算了 要不就留在学校慢慢做 要不就回家做 这些很平常 这些我们稍后再说过 后来再说一些英国的学校的不是 稍后再说其他东西 他有什么批评 原来英国的学校是这样的 有没有搞错 之后再说自己 如果再这样做下去 代价就太大了 够了 这个half turn 他说他已经尝试 将自己分阶段燃烧 一段 二段 三段 当他燃烧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 你不要当它是消脂 消脂丸 燃烧脂肪 不是 燃烧他的精神状态 和生命 原来到了人生的状态 到第三个阶段的燃烧 原来会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试过 我也不希望你们会这样 原来连开支 吃东西都没有味道 原来有无味神探之外 有无味老师 无味老师 无味老师 吃东西都没有味道 吃东西都没有味道 对吧 我觉得很多人都说 英国的东西都没有味道 对吧 英国的东西都没有味道 不需要味道 塞得下肚子就算了 对吧 吃个合味道 哈哈哈哈 笑死我 然后说 记得 想到要上堂都会手震 蛤 有没有那么夸 哈哈哈哈 那你去鼠鼠的时候 不要想到上堂 打尿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神经的 他说经常发觉 自己会有阵阵的心鬼 就是可能 心跳又不平衡 哇 有没有那么害怕 这么大压力的吗 我不明白 这么大压力的吗 喂 课室而已 你这个斗兽场 喂 又不用跑数 教书而已 我真的拗了头 哈哈 哈哈哈哈 对了 接着没有学生的时候 只能够 摊远地坐在地板上 摊在地板上 摊在地板上 坐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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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的状况 是什么 精神就开始仿佛 哇 要找幻觉 幻听 要你拿个电筒 照一下他的瞳孔 会不会放大 哈哈哈哈 要打开眼睛照一下 就是这样 拿这雷射笔照一下你自己 喜欢照雷射笔 你们这些人 然后说 决策能力降低 还说 走路的时候 不能够提起自己的雙脚 如果走路的时候 不能够提起自己的雙脚 那会怎样呢 我给他一个建议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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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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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蛇 蛇 这个人多少岁呢 其实33岁 33岁 我说33年来 我从未试过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 嗯 好了 他就说 尤其说 选择了离开 但是其实 三天 我很想召息 很想召息 就是 炸病 请病假 不行 这个就是我生与乱世 有种责任 坚持到底 到底之后 原来再有底层 就是低处未算低 哇 你真是占个地底 哎呀 怎么这么惨啊 哎呀 好可憐啊 是我召息 出去很累 就召息 什么问题 很累啊老板 听司法 拜拜 那才有型 教书就难很多 以前 在学校 我也最怕 就是那些老师要是召息的 他们真是怎么都顶起他 很多都会顶起他 我这个要赞一赞他们先 明天有六堂 后日有五堂 大后日还有四堂 现在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每堂五十分钟 最后三天 竟然都是这样 这样 这样难捱啊 哇 哎 说到很可怕啊 对啊 我真的想不到啊 这么不捱的 有手都找到石 喂 你这样说呢 我觉得你影衰香港人的招牌 你去到英国就不要说自己来自香港了 好心理 说自己来自其他地方好不好 对啊 因为你 这么捱的 影衰了就常说那句 香港人去到哪里都一定行 喂 这句好 这么快不行 两个月而已 炒彩 哎呀 质数太低了 如果我是去的话 我会请人帮忙 请人帮忙做那些教材 就是备货的教材 就找人帮忙 人工只剩下一半了 人工只剩下一半了 再拿一半出来 对啊 都要再拿出来 怎样都要顶住香港人这三个字的金七招牌 对啊 没错 那是不行的 是的 没有把香港领一领的加油那些 贴在家里 或者贴在自己的材料里 或者锁匙扣 或者T恤里面 会不会是没有做这些 没有给香港加油这两个字 加持自己的 应该要纹在身上的 这两个字 是吧 脚板底 是吧 提不起脚 那就纹下去了 接着呢 怎样去说回原因在哪里呢 那我们从他走过去一个邻居的家里 聊天的时候 他就透露了原因 那他说 他认识到他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 是退休的医生 和护士 也是正正中中的英国人 是 他说他去到这个地方住的时候 第一天他们就过来跟我打招呼 还邀请他去教会 从此就认识了 那他都跟这两个夫妇说 就说他只是数学老师 那这个夫妇也都说 哇 你是数学老师来的 那一定呢 不用怕 一定有东西 结果第一次我的interview 学校就立刻请了我 耶 他说这个医生太太 或者这个叫做医生 都替他很高兴 但提醒他 英国的学生很顽劣 可能他觉得 不要紧 这些自由奔放的国家 小朋友 可以的 后来再见这对夫妇的时候 跟他们说 他已经辞职不做了 是不是因为学生的秩序呢 他说 不是的 于是这对夫妇 叫他过去一起聊聊天 去到他家的时候 看到他搬东西 他说过去 要不要帮忙 他说不用了 他想慢慢搬 然后就 Tea or coffee 然后就坐下 展开他们的对话 他说主要有三个原因 最最最最最最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里有怪兽级别的work load 就是工作量去到怪兽级别 他说这里的工作量 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是两倍三倍以上 他说不是人类能够承受到的分量 为什么其他英国老师要承受到的 对 人家也是这样做的 人家也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些东西 不懂得变通 是不是这样呢 他后来这个粉饼 他接受另一个人的 都是香港假的 就是去到B&O假的 访问的时候 也有说到 他说这里 英国教授数学没有课本 还是要教什么 你就要备课 自己要准备相应的教材 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 即使他没有一套他自己的教材 来教学生 他要自己准备 那就辛苦了 是啊 我们今次还有一位 来自英国的盲友 他真的在当地做教书 这就是真教书 我这样就想 咦咦 那为什么这位盲友也承受得住呢 他没有事 那如常也是这样做 为什么他又可以呢 他又有手有脚 你又有手有脚 为什么他可以你不行 又差这么远 我也有向他请教一下 他也有给了一些看法 我们稍后再说一下 听他跟这个退休医生 怎样说 好 他说这个退休医生 是一个性情中人 听他说一说 都听到自己都开始流马了 喂 是不是 这样啊 就当他是啦 他说是呀是呀 我也觉得奇怪 为了他的事都听到哭 这位先生真的是性情中人 接着就说了 他说他真心觉得 应该以人出来控告政府 他说英国的教育制度下 是有极之严重的欺压 这么大势 照他这么说的话 他说香港是一个极权政府 离开了香港 现在就被英国极权政府欺压了 你还走来做什么呢 他们口中叫自由社会 自由社会但又有这么严重的欺压 那是哪里来的呢 自由社会应该没有欺压的 对吧 工作量是一件事 第二个原因 就是关于一个叫安全保护的问题 就是那个保护 应该这样说 这个保护是来自于对学生那方面 他去到英国教书 他又最不明白 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要跟学生 保持一个这么远的距离 为什么不能够跟学生做朋友 还有觉得好像老师 就不被信任 好像当了他们是贼 或者当了他们是坏人 那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管制他们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 是不可以有正常的关系建立 他就说作为一个老师 最珍惜就是陪伴学生的成长 但是英国竟然不可以 不能够不容许 连这些最基本的目的都不能够达到的话 我真的不能够再做老师了 接着这个退休医生就说 Sorry to hear that 也觉得很难过 听到你这样说 他那个原因是怎么样 他也有跟另一个BNO架透露 他举个例子 就是不能够私底下 就跟学生做朋友 甚至乎有些什么沟通 就是Facebook 什么IG这些一定不可能的 其实香港都不行 我不知为什么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说 举个例子 有一个女的教师 对一个在学校里面 爆哭情绪很崩溃的女学生 记住了 两个都是女的 他说这个女的老师伸了手 好像是拍一拍她的肩膀 这一下被人看到 即刻已经被投诉 喂 你这样接触学生 究竟有什么居心 你快点写个电邮出来解释一下 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拍女学生的肩膀 快说 要说为什么 你就有个心怀不軌 然后说 这样也不行 怎么可以这样 关心一下学生的情绪 因为他应该到一个失控的阶段 然后再说这个故事 这个他也是听回来的 都知道学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说到了检查校服 例如那些女学生的裙子 要去到哪个长度的时候 他说都是女的老师 那老师只不过是摸一摸她的头 她的身和颈都没有怎么动过 被人看到这一下就已经说 喂 你干嘛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女学生 你快点写个电邮 解释给我们听 这么严重的 这样的 怎么可以的 我相信 其实这些规则都是为了保障教师的 不要被人怀疑 这一点也要说回 真的 要跟学生有保持距离 万一有什么事情 是可以告的 就算香港也是 因为你跟他有这一下的身体接触 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还有有机会是可以去到很大件事 很痛被拗 有时伤到法庭 如果再加上 那个学生感到不快的话 教师反而真的没有那么好处 没错了 台阳说了一个重点出来 因为曾经有类似的事件 可能那个老师只不过是拍拍他 叫他做一做回去 如果这个学生回到家 跟家人说 今天老师拍我 我不开心 我不想做功课 那家长来轻私问罪 可能报警 甚至乎在教育局投诉 甚至乎要你赔偿 什么都出现 都敢死 调查一开始的时候 教师要停职 因此相当麻烦 再者 不能够建立那些关系 其实在香港也要的 那些节目也提过 老师的个人Facebook 是不能够 是不能够给学生知道 甚至乎学生的家长都不可以 万一你在Facebook里面 或者IG里面 有些什么影响了家长 对于学校的观感 那我就麻烦了 那是不是我到时候要炒你呢 我炒你我就要赔钱 再者 有时候学生可能很小 会很仰慕那些老师 如果学生对你有东西 而你又不知道 那会怎么办呢 不是能不能够培养感情的问题 理得而已 学生更小 就是 所以说回那时候 是严谨到怎样呢 我是男性 如果有一些家长 他可能会问我 拿电话 有什么可以WhatsApp 在个group里面 有异性的家长问我 我就会回答 如果他私底下 这样问我 我是不回答的 一句都不回答 红性是可以 异性是不行 这个很重要 要遵守 让大家知道 要小心 那个小心程度也很高 我不知道现在说到这么夸张 又说陪伴学生成长 这些你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你不用又抱又疼 拿着来捉 很危险 又要抱 不会的 这些一定不可以 你两个小朋友在新西兰读书 是不是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的 一般也是 你尽量避炎 其实你太多接触 是危险的 对教师来说 而且小朋友 始终深至未成熟 小学生 中学生 万一他有什么误会 那个后果真是严重 那他也有说的 在英国的话 他说那个严重程度是怎样 香港呢 我觉得应该要参考 香港简直是非常宽松 他说如果他现在不做这份工 假如大家理事 他走去和这些学生 再私底下联络 可以钉牌 香港应该要这样 我可以说一个案子 我当时试试被人建议 有个老师都说了不可以 他私底下不断约家长 或者跟家长沟通 你敢把你和家长去吃饭的照片 都放上网 放上Facebook 你是不是剃我眼眉 你剃完左边再剃右边 这么坏 是的 那个家长比较富贵 去半岛吃饭 景色很漂亮 大哥 你这样拍出来的 会被人觉得 这个老师会不会偏私到这个学生 这些很危险 是很危险 我也很危险 其他家长看到会有什么感觉 他怎样起我美主呢 后来我也忍了他很久 然后我也在想 怎样兜他 因为要解释一个人 是挺麻烦的事 后来他自己首先说不到 我忍了你很久 对了 前妻子 谁知道他一个屈美十 他自己让我开了一档 做这些类似小朋友升学的培训中心 你真是喜我美主 把之前跟他联络开的家长 就是刚才说的有钱 就叫他们过去 叫他们过去補习 继续学习 那就是被人觉得 我们学校本身是否做得不好 所以才有你跳出去 来再做这些培训中心 培训小朋友的中心 对我很大影响 那时真的比辣鸡 为什么不能让你们联络 就是很多这些 你猜不到的原因 我们说到这个位置 可以说一下 来自英国的网友 他怎样说 他觉得保留这些 不准电邮 或者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没问题 难道好像香港那样 任得你们去煽动学生 或者做黄尸 这些是否都可以 这是政治方面 或者引用黑暴时候的情况 但我只觉得 有很多千百样不同的可能 是不行的 他也说了一点 他说爱国的学生 跟香港很不同 就算他很喜欢一个老师 都不会天天找着老师 如果香港的话 不喜欢你的 可能反而又会 因为觉得这样 有可能给你高分 这个是文化不一样 你这样说 说到学生这样 或者这个情况 这个感觉就太假了 当然 他会隐恶扬善 一定是说到自己的受害者 还会找到这个 也不知是否真的医生 医生和护士太 来帮你包装整件事 说得好像很棒 他也在他的讲话里提过一点 他说听一些学生说话 就好像不太明白 这位英国的老师怎么说呢 他说这里是英国不是美国 那些人觉得可能句子差不多 可能有几个字会吃掉 他说对同事 跟他说话他又明白 学生说话他又不明白 他说可能是同事 遭遇他 怕他做错事 所以说得完整一点 台阳的两个小孩 都是新西南新西 他们有时是否说话都会这样 有时又是有些音 没有说到 或者刻意不说 应该是懒音 也有些 也有些 如果说到英文 真必师会更加清楚 我们真必师之前 在有一节节目也解释过 英国有些口音 就是吃了个字母 是不会说的 那时候听他说 有些地方有个T音会吃掉 是的 可能是这样 对香港过去的人 一种文化冲击 为什么要保护学生呢 其实对比台湾地区也是 可能你会觉得 有没有搞错 我给20万或以上一年的私立学校的钱 你竟然叫我小孩去掃地 叫他搬这个饭盒 不行 你当我儿子是臭死吗 工人吗 工人吗 没有工人吗 送饭的为什么送到他楼下 为什么不搬上去 为什么要他摘牛奶盒回收 为什么要自己洗 我在家都没试过要他洗的 我给几十万来叫他洗牛奶盒 叫他来扫薯葉 扫薯他 有没有搞错 学费我有给的 是的 这里的学校的文化 是要这样就要这样的 你没法说不足够 不足够 不足够就转校 对不对 再说回这位老师怎么说 我指一位是英国教书的老师 对于备课这么辛苦的话 就说你中学小学大学 都是要自己弄下这些课题 对啊 没错 也提到一点 因为这个数学老师 他本来就在香港是教 班温的学校 他可能不太懂得教书 他在香港教得好 可能是因为学校是班温 就算你教得有多差 多不够 学生仍然可以出去找补习社 还有班温的学生 就有他们的自发性 所以说摆哪个老师下去都会够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 那些什么补习天王 每次成绩公布 有多少个五星星 或者好像我和台英的年代 就有多少个A加 多少个A的状元 是补习天王 很多都真的叫来自名校 他们都知道 其实学校所教的 不是不行 他们想买多个补习 或者给自己 拿一些很精的课题回去读 其实老实说 补习天王 都是自己要去写一些课题 他们厉害在一起 那份课题 那时候我还记得 买那些补习天王的课题 是有价有试的 很瘋 这位英国的老师也有说到 他说英国的学生 真的不会这样坐定定 给你点 所以在英国教书 说话要比在香港更加小心 因为很容易就会被投诉 他说香港教书在名校 只要目标和家长一致 比较容易压得住学生 似乎这个数学老师 做了两个月就受不了的老师 他把香港那一套 带来英国 是吗 那会怎样 很不习惯 还有一个重点 这位英国老师 也有说过 你不可以用填鸭式 套在英国里 不行的 学生不习惯的 没可能的事 他说回 英国的外国等地教书 就不是香港那种 机械式 粗数学 做到你不求原因 但是求你会做 那就OK了 英国就算你教完学生 他不明白也是一件事 但是社会是不会接受填鸭式的教法 说这个数学老师 那些根本就不懂得一步一步地教人 这一句 我想就是神髓 你教的方法不对 你又想着 我教了这么多年 我是资深教授的 你还质疑我教得不对 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拿个课本 要慢慢写 慢慢想想如何教 所以这位英国的网友 他说的重点就是 要一步一步地教 你不知道如何去教 因为你没有了那本书 给你跟 或者我跟他说 我叫你去 你今个学期 可能教不时定理 你教不时定理 我不是这样说 而不时定理就算 要说不时定理怎么来 尤其是历史背景 还有为什么是这样 要说整套 或者应用电视 可以这样用 计算电视 又可以 这一件事 你要怎样去想 这个人在Bang1 我不知道是否教得太久 死牛一变颈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其实有一件事 英国的数学学术水平 我们知道 小学中学 是极之低的 和一般人的数 都是一般 我还记得 在前手上 前手上 就是 Theresa May May姐之前 那一届 我忘了她的名字 我记得 有个记者问她 八成七的多少 她立刻答不了 她答不了 手上也是这样 因为她们不是背乘数表 背 她们不是背乘数表 我见过她们 画得很远 写出来很搞笑 在做什么 真的很有趣 大家的方法不同 方法不同 这位英国的网友 也补了一句 香港的压力 是逼得公开市的成绩 而英国的压力 在上堂 抽电班学生 加上admin的东西是很烦的 还有英国方面 就叫做好官僚 有时做一件事 就要经过很多手续 又要写一些很超长 但实际 只有几句 是有价值的email 我都很怕这些 尤其是写信给家长 你都要写的 都要写的 最惨的是什么 香港的家长 以我所认识的 为何我要写信的 一是律师 一是会计师 一是会计师 一是认识大律师 我告死你 所以写一句 真是我面都青 封里面又没到 只有几句 可能都一段 可能头一大段 都是讲一下自己学校背景 或者情况是怎样的 核心就在中间那段 最后一段 就是希望他量解我们 给个面子 给个机会 很惨的 赚你又不是多 他当然觉得 给了很多钱 一个月的学费 但不是很多 扣了 涼冷气 都不少钱 天啊 我还记得有家长说 有没有搞错 你们的projector这么差 后来换了4K 4K的projector 即是投射的萤幕机 谁知道又检验 为何这么小 为何射到墙上 为何不拉墨 然后又装了墨 这里洗一洗 已经没了五六万人 真的吗 因为投射到墙上 被他投诉 有没有搞错 看坏眼 会这样吗 是呀 4K的看坏眼 投射到墙上 后来又不知搞搞搞搞搞 有很多家长 还有人提出 一批家长 来投诉小家长 在看坏眼 我怕了你们了 当然我没有声音了 我就静悄悄安排了某间大学 那些验眼团队过来学校 帮他们安排一个验眼和眼部健康的工作坊 家长才会变成一条戏 真是难服侍 还要假扮一段时间 你太近就觉得 干什么 特意搞这个 串我吗 他们会这样的 很难服侍 所以这位英国的汪友老师也说了一句 代表这人不想教 也不懂教 我觉得是 没有毅力 教书不是说靠关系 还要提醒他 不要玩这些 情绪勒索 相当过分 这个案件完美印证到英国的教育方面跟BNO架想法好像很不似 明显是 不过有自由空气 在自由的国家底下压榨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压榨也是压榨你们老师 不要压榨我的小孩就可以了 香港家长这些香港家 去到BNO祖家最希望是什么呢 其实就算读书读到很多律师会计师也好 他们最喜欢什么呢 小孩 小孩和白人小孩做朋友 见到他们一起走就很开心了 还有小孩说英文 不要说中文 广东话当然不能说 说英文和白人小孩一起玩 陆地沙做朋友和家长 他就会认识白人家长 再可以拍照Facebook打卡 印度也不好 免得被人笑 已经没有很多印度人了 这些都不好 完全没有 这样就会完整 他们说明这些行业榨 数学没有课本 我都见过BNO架说 多开心上学没有课本 玩就OK的了 玩就OK的 但是不方不玩 还有BNO架听到老师这样说 说什么压榨的社会 他们是零反应的 他们不觉得是有一回事 不管了 有什么都可以 讲到底 这人自己也不太理自己 现在社会这么压榨 又说要叫人去投诉社会 投诉政府 为什么会这么压榨老师和医生 那医生也有说自己 他们去投诉 这个医生也说自己工作方面 都是很辛苦的 所以很多医生 都转了做兼职的 这个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这个就不知道 我相信是真的 当地医疗系统 英国医疗系统 尤其是在疫情下 他们的医疗系统超出负荷 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新闻 过往尤其是去年 很多这些新闻我看过 大家可以上载一下 目前当地的疫情去到多少 去到上五万 单日五万 还有那位医生 刚才说跟数学老师做朋友 他退休了 都这么多年 都觉得要兼职才行 如果现在到十九的时候 应该崩溃 跟老师一起跪手 不要做 不做就做第二份 有手有脚一定找到食 做一下 做一下 做一下牛 做一下 做一下科车司机 送一下外卖 有很多工作 不一定要做回老本行 认不了就有去 真是笑死鬼 BNO架看清楚 原来英国的教育都是这样的 不过我都说了 他们不管那么多 一去就没玩 其实去 我觉得始终都是要 如果作为家长 应该都是去读私校 稳妥一点 就像什么林作 是啊 如果不是 那是不同阶层的 要么你就去一些 最名贵名校的 名校区 那里就稳妥一点 尤其还想说多一点 那个老师说到 要自己预备教材 做很辛苦 当然 香港有教学助理 你可以点一下去帮忙 还有另一样 我当时 如果让我看到那些老师 对于做教材的东西 一边做一边闹 我想我是会很快 看有没有机会 炒他 你都没有心机做的 你还将负能量 带给其他同事 你真的倒我米 对不对 没错 我们也恭喜英国的BNO组家 又接收到精英过去 恭喜你们 香港之福 又少了一个这样的 质素的老师 快点走吧 好了 那我们这次来到了 多谢大家 拜拜